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样 就是她哪怕都已经怀孕了 但是呢 答应给大家奉献的 她一样都不缺 我希望还可以看的时候 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啊 对啊 这个玉婷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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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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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种避孕药 是吧 玉婷 玉婷是有卫生棉的品牌 玉婷那个 我提个要求 好吗 现在很流行啊 孕妇拍裸照 到时候我来 她来打灯 我来拿照相机 好吧 不用老板两位到医院的时候 来认一下就行 其他就不用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人 被铁人打成铁饼 是吧 真的 你不考虑吗 现在很流行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就 对 为什么 她如果是第一个还可以 现在好像又玩俗了 对吧 觉得各个明星怀孕运 我都没拍了 所以 就是对于这种摆拍的东西 其实我很不习惯 但是你跟铁人可以商量一下 在这个怀孕期间呢 留下一个什么照片 她每天现在照我的肚子 能不能在我们节目里发布一下 我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 我们想等就是 几个月下来以后 看会不会 就可以看到那个变化 她就每天照一张 没有很认真 但就是照了一下这个部位 又婷 我这个时候 虽然都已经 木已成舟了 对吧 但是我们有时候 还是可以追思过往 你有没有想过 你作为一个台湾妹妹 是吧 你离开了这个台湾岛 到了香港 曾经可能也曾经期待过 将来会嫁给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但是转一圈 结果你还是嫁给一个台湾人 其实铁人就是我 小时候想嫁的样子 怎么说 就是我第一就是 我想嫁一个比较西 就是西化一点的男孩 所以他接受西方教育 就他也不是完全台湾的教育 我希望他的教育有两地以上 这样子会比较多元一点 但是你没有研究过 大陆的男人合不合适吗 有啊 我也跟内地的男生交往过 但是内地的男生呢 对于我的职业比较难接受 就要嘛就是他喜欢我的光环 很多 多到于就是我觉得 我如果哪天没这个光环 我觉得好像会影响 我们俩之间很多的关系 要么他觉得不安全 要么对 要么他就会每天都跟我讲政治 就担心我父母的政治 跟他父母的政治倾向 有一天会不合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变得有点麻烦 即便你不想聊 但到最后 你还是好像不得不碰触这一块 你说这个 他这个有意思 嘉辉 我最近也有这个两次 我发现呢 这个全世界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家 是 这个这一点 你不管有的地方的人说比较内向 不善言谈 但是香港的地势司机一样是政治家 而且我觉得啊 我在香港住了20年了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香港的出租车司机啊 好像脾气越来越不好 我就很明显这20年来 而且 没好过 没有那是时代会变 上理说假如你心中想要台湾的出租车司机 许多20年前是这样子 一上去什么蓝的绿的跟你骂跟你讲 现在比较好了 现在比较比较专业 他还是会发一点牢骚 可是那个呢 不一定是谈政治本身 可能谈那个城市的规划 可能这个大楼没盖好 这个那个没盖好 相对台湾十多年前好太多了 那香港刚好相反 香港就是以前没有谈政治的 现在对啊 脾气很不好 还有上来就是无厘头的骂 不管是骂哪一个党派 哪一边立场的 脾气非常不好 你要觉得怨气很大 所以 每个人心中一团伙 按说呢 对于这个普通市民老百姓来说 到底是政治重要 还是经济重要 过日子重要 你看最近 我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你看这个台湾旅游业者 上街了 示威了 叫百万观光啊 呼吁当局正式陆客锐检 据说这个八月份 减了百分之四十 将近百分之四十大陆的这个游客 你在他这些旅游业者 你看就说欢迎大陆客来台湾观光 再往下看 你看这些照片啊 游艇业观光夜市商圈啊 还有什么欢迎来台湾观光 这就是包括这个导游 再往下看 两个一家街 就是忍无可忍 不是说对陆客忍无可忍 可能是对蔡英文忍无可忍 你看呢 当年新周刊有一个封面 成为大陆人一银的一个 一句口号 叫在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但是呢 台湾也曾经做过这种不太好的 这种这种宣传 就是说有网友台湾网友做的吧 享受没有中国观光客的闲事之旅 你看这个里边照我们看 第一个你不能叫中国观光客 对吧 只有一个中国 第二个呢 他就是表现台湾人讨厌这个这个陆客 可是呢 你知道有一个日本人最近也骂台湾 说台湾游客 你以为你多文明吗 他出示这张照片 这是台湾游客到日本旅游啊 为了好玩把人家日本的这个这个门啊 这个拉门纸窗啊 拿那个笔啊 哭哭哭哭 戳成这个样子 就那意思 台湾人你也是一土鞭 你也文明不了多少 对 台湾人到日本 其实现在都是还蛮很多都在黑名单上 我已经有日本同学说 这个很多日本餐厅也都不接受 这所谓的观光客定位 因为你常常不来 但是日本人就是很严谨嘛 定了位我就留给你这个位子 所以呢 你常常爽他们约 他到最后也不接台湾课了 所以台湾在国外有时候也是不太好的名声 你是台湾 妹妹 你觉得路客 我觉得这个大陆的游客 对于香港的零售业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个经济影响有那么大吗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啦 如果我现在回台湾 就像我现在走在香港的铜锣湾街头一样 那种感觉是一种 你可能算不出多少成人掉 没有 但你就是觉得街道空了 那个感觉就是让你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 就是以前你会听到很多的普通话 现在也少了 还有 小奈儿店的那个店员开始给我发短信了 说朱小姐麻烦你来 你要什么包我都帮你留着 我一年只去买不到一个包 人家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以前我进去小奈儿排队 他还给我脸色 你要不要随便你 现在还给我打电话 而且一天一个月打两次电话 我们就要打折了 我们又进新货了 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大的不同 台湾的也是这样子 台湾也是这样 那是好事啊 没有 因为刚说到什么台湾游客文明不文明 我刚从台湾回来嘛 我去台北打书啊 然后后来就聊嘛 因为发现台北我在台北的确空了好多了 好舒服了 地方真的可以逛可以慢慢坐 那聊到这个问题啊 一个台湾的女的文化人就说 坦白讲我们台湾的女生出门啊 也是解放了嘛 也大叫大声的喊啊 她还学给我看 我们一群姐妹出去在台湾讲话的娇滴滴的 一去飞机场已经大好大叫 已经解放开来 那所以说每个地方都有文明不文明 为什么去了飞机场就可以大喊大叫 一出飞机场你就感觉你出国了嘛 这是讲话比较所谓大喊大叫 大叫就是讲话比较 不用守着那个规矩 就是他在台湾他还守着这个规矩 因为你觉得第一个会有面子问题 会被别人认不出来 第二个有认同的问题 你会觉得这是你的地方 你要是他好更美好 那另外说陆克的问题 主要我觉得一个问题规模太大 不一定是说我们认识很多内地来的朋友 非常有文明的 为了来做生意读书教学等等等等 不一定是每一个都都这样 刚说台湾的游客 甚至香港的游客吵得要死出去 吵得乱七八糟一样抢东西吃什么 重点是说大陆人多 一出来来香港去台湾 他当地政府的规划 根本没有整个配套去配合 那里容纳不了 而且很多都是团队旅游 就是大陆都是团的 所以他到哪里也很容易被 因为他是集中一团一团的人 所以他不管讲话的声音的音量 或者他做任何事情 很容易被注目 也很容易被收集到 因为他是群体行动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媒体啊 这个媒体实际是个特别坏的一个小丑 就是说你这媒体 如果是把挣钱当成第一位 你就不要相信他 因为你看出现了这种很诡异的情况 包括日本媒体都是 大陆的旅行团到了这个国家 对台湾来说 或者到了这个地区 对吧 他一来吧 又欢迎你 哎呦 挣钱呢 花钱花这么多 太好了 但是他的电视台呢 就拍你这个随地图谈呢 说你看像看猴一样的这么看 然后就形成一种很复杂的这个舆论场 你不觉得吗 而且在台湾有的时候会闹笑话 你看我那天看 就说在阿里山那个茶园 就有一对那个大陆客 要不是有时候就造成误会 有一对大陆客一进茶园 解开裤子 男的就开始撒尿 就随地变腻 然后把那个台湾那个园主 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一跟大陆客一说呢 大陆客很害羞啊 就跟他道歉 说对不起 不是我们要在这大小便 是我们这个导游 跟我们在路上说 说到了这个茶园 你们就可以大小便 你导游是台湾的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车上 怎么跟这些大陆游客 说可能是内急吧 说别急别急 到那就可以了 那七八糟 那个可是话说回来 那个也的确有很多 好像特殊的现象 我们会看到大陆客 会比较出现多了 因为人多嘛 比方说你说去一本看樱花 我们以前谈过嘛 把整个樱花树几乎拉下来 爬上去等等 那我们知道 因为大陆现在开放旅游 其实经历了七零年代 旅游是一种文明的学习 这句话讲得好 我经常说我们香港经历过那个阶段 我们七零年代开始有旅行团 也是一团一团出去 也什么都不懂 也是抢着吃入餐 抢着吃 可是经过五年 十年之后回来就懂了 那个规矩不仅在外面会守 在本地也会守 现在你看好多出门的那陆客 都可能从二线三线城市出来 一辈子可能没有出去过 我现在你就说什么陆客 我见到就在日本的这个陆客 我觉得在内地他未必这样 但是他在日本的街头 真的一个垃圾 一个吃剩下的东西 他拿个纸巾裹着 他走很远的路 他扔到日本那个分类垃圾桶里去 他真的你到了那个环境下 他就觉得好像舍不得弄脏人家 他也有这种心情 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 小故事广告之后再讲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 加回的小故事 小故事是说刚刚说到文明的学习 文明是你怎么样定义 什么叫文明 那小故事是说OK我在香港 带我女儿去一家小店 吃那个粥 很好吃很出名 那同桌香港可以搭桌 搭桌 同桌有个内地来的女人 我不确定她是陆客还是新移民 反正她在那边 她突然土坛又 然后呢她没有土在地上 很文明 她拿个卫生纸出来 然后包着 然后我跟我女儿 特别我女儿就很自然地做了一个不舒服 不舒服觉得很恶心的表情 然后呢这一位女士呢就骂我 我好凶啊 我当时好怕她突然一碗粥往我们这边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干什么 我又不是土在地上 我很有礼貌 我拿了卫生纸包着 你们这样子表情什么意思 然后我心中就想告诉她说 就算你这样土坛 在这样场合已经是不对的 已经破坏我胃口 非常恶心的 可是她觉得她已经是文明的一大步了 我没有土在地上 我平常还杀料呢 我现在不杀料 还不土坛 拿掉卫生纸 那对你们是无比的尊重 你居然还嫌弃我 那我觉得说 我当时 你猜我有没有跟她教育 我没有啊 我不敢啊 因为应该看起来是东北来的 很高大的女儿 那我要点 我说对对对 你是对 对啊 你不善于做思想工作 要不说这个两岸之间和解 就是靠要和解 真的 你像我听你这个事 我就觉得 你应该赞扬她 赞扬她 对啊 就是说 她把坛 能够自己 这个吐起来 虽然还有这个不雅的 这个声音 但是确实对她是个进步 对啊 那如果她受到一个 如果受到一个歧视的 一个对待 对 也许你是对的 你是按照更文明的标准 连声音你也不要不雅 对吧 可是呢 往往如果你表露出这样的神色 可能 她离开你之后 就吐你香港了 就是你有时候会激化成那个样子 那我当时是不是 应该怎么办 因为 我 要叫我 吐我手里 吐我手里 这不够 因为人家就是 就是要打架了嘛 你这样讽刺他们 第一个 我的确是表扬他 我说啊 对对对 第二个我懂了 上回我听到他这种声音呢 我一定要表扬他的声音 哎呀 前所未有的月儿 对对对 佳辉你这么幽默 其实很多时候对人与人之间的看不惯呢 如果能用一种幽默的或者说温暖的方式 表达他哦 他慢慢他知道哦 原来这个声音也不太好 哎 这个我觉得柔性的 尤其对于咱们那个东北姐们来说 对 他好过你这个刚性的这样的去 去让他觉得 他本来可能就有点自卑 你明白吗 就怕 而且你知道我代表内地游客 就是你这么一说 咱们俩正好是一个对照 我太理解了 香港人讨厌内地游客的某些举止 可是对于内地游客 有些游客看起来就觉得 说这帮香港人太讨厌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啊 他是有意的盯着你看 就有些在街上 说我没怎么着 我吃东西 啊 这香港人就看着我 他就他就像看着我 要会不会把这个纸扔在地上 我要是真把这纸扔在地上 哎呦 他可逮着了 明白吗 他现在钓鱼指法一样 不是说你香港人 你要求文明 你不对 可是你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会起逆反作用 就是现在我在街上 就在有些香港人真的很讨厌 就是对 他有一些不文明的举止 可是我觉得要温暖和和解 你不能 这我看着你啊 看着你看你看 哎 你呀你呀你 你说这样啊 两地人民会打起来的 我认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那倒是 我现在在香港 比较不愿意讲那个 那个普通话了 因为这个就从你发声开始 不好意思 从这一句 我讲不好意思 我在礼貌 他的态度 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不舒服 我就体会 我在英国 我就觉得 这个英国人有一类人 也挺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说啊 我们大陆就是有一句话叫 你不能得理不饶人 对 你是对的 但是有些情况 你可能分辨不清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游客 我不太知道这个队啊 从哪排 是 我以为这就是伪了 我站到这 你知道有的那个英国人啊 我就觉得你就 太你的丑陋的国民 就这个搞这一套 我不会这样的 我会先告诉他 你是不是误会了 可能我们的队啊 是从那个地方排 如果他还不服 咱们再冲突也不迟 但是就少一种和解和理解 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 非常困难的 像我完全体会到 有时候跟一些内地朋友在香港 就是看到一些服务员啊 一听是讲普通话的 我们这为普通人啊 一听是普通人啊 把商量脸色服务态度非常差 然后可是到了一个阶段 香港我量我很不舒服的地方 在于说 连所谓的自己人 香港人对香港人也一样 我们去到什么地方 那种服务态度啊 那个 觉得不可接受 我经常会调侃他们的 我觉得有效的 第一个我会调侃他们 比方说买东西 不会说谢谢 不贵多谢 绝对不会 要什么 两块五 香港人 他也知道我香港人 那我经常会这样子 可是也对不起内地的朋友 我经常会跟那个服务员说 哇这什么态度啊 现在跟比深圳还比深圳还差呢 这样子 我就这样来个对比 那对方通常会请觉 对 然后马上就变了脸 马上就给你一个笑容 服务会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机会教育的方法 是是有效的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说 在大陆人一般对台湾服务业的感觉 还是最美的风景是人 对吧 欢迎光临 在台湾现在我回去我有个问题 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太着重人跟服务 所以呢 台湾就习惯于感觉 台湾人最爱的就是感觉 所以政客你要先给我 话要讲得漂亮 所以是有空心菜 就是他政策讲 我感觉你们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所以他给你很多很美丽的话语 不好意思 杜先生麻烦您这边走 这都是很规律的台词 可是菜会不会来 有时候你等40分钟他不会来 就是说香港有效率 他态度不好 但他一定会帮你一个是半倒 这个是很精准的 这我觉得要夸香港的这个情况 但台湾不见得 我觉得他可能有很多好听的话 但是饭好不好吃 菜色是不是怎么样 服务有没有到位 不见得耶 那永远都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来晚40分钟 我到这有天跟我妈讲说 他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虚伪了 就把菜送来 你不要讲话了 因为你一直对不起 我都觉得我只想吃到饭 真的我跟你有同感 我跟你说 我喜欢香港的就是冷漠 有效率 专业 真的 专业专业 不是 我不需要你跟我拍这真心大顾的 你知道吗 你做到你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跟你说 他潜移默化 你就是人民不关心政治 但是莫名其妙的 都跟政治都拐着弯的有联系 你比如说蔡英文 很显然路客的减少 我敢说必定跟蔡英文有关系 那么现在就有人就讲了 那个辽宁游客那个大巴 那个惨剧 二十多个人的大巴 那个就是死了 死了 人们就敲敲这个蔡英文 就是说 那个台湾导游的那个工绩 蔡英文送了一个匾 送了一个什么连 但是那24个辽宁游客的 那个头期工绩 蔡英文没有任何表示 人都不到 就是说 人家说 如此公开的区别 台湾和大陆两地 遇难者 令人震惊 这就是你说 而且我觉得 这个有些政治上的事情 我开始注意到了 就是说 台湾申请 台湾团体申请加入联合国 致信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你知道吗 9月30号 信件原封未拆 遭联合国退回 当然是西方舆论认为 对吧 一切都显示 北京在采取强硬路线 然后呢 你看台湾的什么联合国 所谓联合国协经会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没有收到邀请函 然后呢 很多台湾代表团 未能参加联合国 两种组织在罗马的会议 什么围绕台湾 能否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问题 也掀起了争论 接下来还有11月份 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国际上 确实啊 中国有它的影响力 那肯定呢 我最近 我不是有联名的商品吗 然后呢 以前我们强调 因为我是台湾人 所以我希望 把台湾制造的东西 就卖到内地去 大家互相了解 有什么好处吗 然后最近呢 我们就在沟通一件事 希望从台湾出货到内地 然后是一件一件的 请任何顺丰啊 任何快递机 对 我们问了两家以上 两家给的答案 都是最近不方便 然后我们就说 不方便什么 是我的东西 你不可以寄吗 不是 就是我们不能帮台湾人 做生意到内地 因为你这个东西 是卖过去的 你要大量的寄 我们不可以 就算你一次寄一个 但是因为是长期的一个生意 我们也不做 然后那我会不会觉得 我蔡英文 你还我 你还我公道 我就不是好好卖一个包吗 就为什么 就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在内地淘宝 不是有那个 有那以前我们会觉得 台湾 台湾的主持人或什么 以前这是一个好处 或者是一个市场的区分 现在他们说 又停 我们这个就先别提了 我们就提你的产品就好了 至于这个背景 都别提了 你也可以去找蔡英文投诉 然后蔡英文会跟你说 是吧 作为一个台湾人 不是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不要把你的经济 去依赖大陆 我们要南进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没有这个 又停刚说那种两岸紧张的情况 影响你做事情 我也遭遇 那当然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像我偶尔去大陆内地演讲 什么 以前我太太都跟在旁边 那我现在利用这机会 跟我老婆说 你先别去吧 你台湾来的 不要影响我 那就不用他跟着我了 很聪明 到最后可能要为了这样离婚 我们还是婚的吧 为了我的事业前途脚想 我觉得很好 你以为香港人就好多少吗 我就是跟你讲 我前两天我一般听香港的低势司机 发表什么政纲的都有 有的是骂港府 有的是骂什么左派右派 也有的对中央政府有看法 但我昨天碰见一个 我觉得我政治我不管 我就觉得他的表达很干嘛 这个人就反映了香港人 有一种市民的情绪 一路上跟我听说我是大陆的 就聊 就是说你现在在香港做 你是不是不愿意回大陆 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回大陆 他说你回大陆 你看见你那些兄弟们当年的同学都发了 你在香港二十年 你自己也没发财 都不是一个 最多请你吃一份饭了 不同阶级的人 你都不能在一起交往了 然后又讲香港 说香港人哪 谁蠢呢 就香港人 我说香港人不是咧吗 还咧咧咧咧 就是说香港人最蠢的 就是最蠢 就是你求财 你求气 说你看人家澳门 人家中央政府就帮你 你搞 你搞得赢 你搞了 你搞不赢 就是说你搞得赢 就搞了 你搞不赢 说中央政府也讲面子 也希望你香港繁荣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人家中央政府 就是 你把人家弄得很生气 但是人家好像 帮不帮你呢 对吧 其实香港人做生意的 大陆的市场 你天天搞这些年轻人 又不吃苦 不才走 不才死 就不用工作了 不用吃饭了 他就说 最后的结论 又说到台湾的 当年的一个名称 就说香港这么下去 完了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 我记得当年 胡小贤 是台湾悲情城市 这很难的 没有 假如你说悲情 我觉得两岸 可能更坏的情况 还在前面 理由是什么 因为蔡英文 除了说 那个什么旅游业抗争 什么都抗争 房屋税 中产抗争 什么军工校抗争 在这种情况 他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更依靠深律 召唤那种仇恨 省级什么 第二个呢 就追杀国民党 加强两党的斗争 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这个 关键问题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